第三个问题,我们生活在无作卧室 人有唱不完的罪 人总是一边唱的,一边有饭 罪有前生的,有今生的 这个罪言重重如何能出三界呢 那么学佛环游过成就的日子吗 如果只要在这个世界上,就只有轮回 那么只有难离开这里了 要离开这里,这就只有净土法门 可是如果净土法门是究竟的法门 为什么不早提倡呢 而要等到末发时期 人们根性不计此期 回顾佛教发展的历史 多国法门教法都曾经兴盛意识 那些祖四大德,为什么不着力弘扬净土呢 你说这些话,你对于佛教的尘传历史,你了解的不够 如果你要多了解一些 净土法门,净土法门,就是在非常认真地在宣扬 社加弥陆地佛的父亲 王神西方净落世界 你们看,观无量寿经 这个,维希提福人 王神西方净落世界 你们在无量寿经里面看到 阿难尊者是往生西方净土的 世加弥陆地佛的经教阿难尊者承传的 所以阿难尊者是大臣八个宗的祖师 哪一个宗派都是从他传的 他自己是往生西方净落世界的 最早传净土的这个法门 是在华严经 释迦牟尼佛第一部讲的经 在龙宫里面讲的 你看讲到最后 普贤菩萨是大愿亡到归结落 文书普贤都是法院求生净土 净土不是在末法时期才宣扬啊 释迦牟尼佛开口讲经说法的时候 就弘扬了 这个些事实要多读经论 你才晓得 才不至于掺测误会 稍微有点